樣式,我們在文章如果很長 或者是某一個段落我們需要做一些調整的時候 樣式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你段落非常眾多的時候 例如我們這一段跟這一段 現在看起來是一樣 如果我們要調整字型大小 有些人可能會這樣做 然後這邊要再調一次 這樣子是多花我們很多時間的 那我們可以自訂 我們可以把這個內文的做一個樣式的改變 樣式在工具列的是這裡 比方說我們這一段的樣式 我們只要把它定成什麼 然後標題1 你看它字型大小這些都改變 這一段我也把它設成標題1 這樣它整段段落的屬性就全部都幫你改完了 那這個樣式是如何調整的呢 那你可以在格式裡面有一個樣式 編輯樣式 你也可以按右鍵 選擇我要編輯這一個預設樣式 按右鍵它會選擇我們這個樣式 在段落樣式裡面 裡面有一個樣式 這裡有各種樣式 你可以編輯要哪一個樣式 選擇好我選擇 選擇預設樣式我編輯 那這邊的樣式就有這些 那你可以做一個改變 要不要自動更新 然後你可以選擇 要不要繼承某一個樣式 通常我們這邊不會去動它 樣式可以設定的有這些 非常非常多的項目 你可以自己把它明定下來 假設我要調的是字型大小 在字型這裡 我希望我的字型不要是12 我希望的是16好了 設定成16 然後選擇 文字顏色我們來改一下 那這些 改變這些都跟我們之前學的 基本屬於文字的操作 是相同的 段落還有什麼大綱這些 都是相同的 好我們設定完了選擇確定 你會發現 所有屬於內文的 它預設樣式的都改變 那假設我們這是標題的 我們改成標題 你會發現說內文 我們只要定某一個段落 它就是某一個樣式 那將來如果我們要做一個改變 假設我們這藍色 我不喜歡 一樣你可以選擇編輯樣式 我不喜歡藍色 我調回 原來的黑色 自動好了 那我的字型 我不喜歡 細明體 我想用標楷體或者其他字型 我把它只要做一個改變 好我設成標楷體 感覺差異比較大 一樣我選擇確定 那你會看到 所有的屬於 預設樣式的部分 它都改變了 但是這邊是標題一 它並沒有改變 它是微軟正黑體 但是屬於內文的部分 預設樣式的部分 就已經被改變 這樣子的做法可以很方便 你在文章非常 文字眾多 或者你需要有一個 排版上面 你需要做一個不一樣的設定的時候 你只需要去改樣式的內容就好 你不需要每一個段落 每一個文字去做編輯 樣式的編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排版上面 大家要養成習慣 我設定一個文章的時候 我就是有段落 做樣式 比方說我這邊是標題一 這邊是內文 這個是圈圈一 你都可以針對不同的狀況 去做編輯樣式的一個動作 這個樣式編輯完之後 將來你要做很多異動 你不需要一個個去調 你只需要在樣式裡面把 文字的樣式段落的格式 項目符號等等等等 設定完 那就全部都解決了 所以這個樣式的部分 需要用心去做 學習